謝謝余慧的先進 大家午安 剛剛聽過了藝術群跟設計群 這麼精彩的分享 我不知道接著要講什麼了 因為真的該講的都被前輩講光了 那我是來自高雄中山工商美容科李慧玉 每一年都會來參加這個盛會 因為就等於是來取經的 我相信在座各位也是一樣 都希望能夠透過分享 然後讓自己在專題的指導這一塊 能夠有不一樣的教學成效 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大概分為三個部分 就是本次專題獲獎的作品的一個介紹 再來就是在這個專題的教學過程中 遇到的一些困難也好或者是心得 來跟各位做分享 最後提出在整個專題的教學過程中 能夠給各位一些個人的小小的經驗 好 本次的作品呢 它的題目是回收蠟環 應用在美容與意象造型設計 那在我們美容科這個領域來講 說實在的 它在專題 可能學生的認知 他會覺得說是畫一個很漂亮的妝嗎 或者是做一個很美麗的髮型嗎 其實在如果說專題 他們是用這樣子的想法去做的話 可能在他們製作的過程會有 有跟他以往學習的技術層面 好像都沒什麼兩樣 所以其實我們在代理美容科專題 會比在座各位老師們來得辛苦 因為不是我自己在校美容科的學生 我美容科的孩子 基本上就是比較愛漂亮 所以如果說你在專題指導的前導期 沒有給他很重要的一個概念的話 他會有迷思 他會永遠都只知道做一個漂亮的髮型 畫一個漂亮的妝 那我們之所以會定這樣的題目 也是經過很長 我們定題目定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才下這樣子的一個主題 那接著我們來先透過作品的欣賞 再來跟各位分享 好 這是本作品的一個整個 專題製作的整個流程 主要是文獻的部分 以及設計的方法 那製作的過程 還有最後整體造型 那在整個過程中 其實不外乎就是這五個章節 那這一個區塊 大家都比我還要內行 所以我們繼續往下看 好 那這美容科的部分呢 可能就是在製作的過程中 會跟其他的群科會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們不僅要把東西做得美 你說美容科的東西很難商品化 這個是我在專題的過程中 得到的一個想法 美容科的東西很難商品化 看了藝術群 看了設計群 他們的東西就是有辦法商品化 那既然沒有辦法商品化的過程中呢 可能我們就是要突破崇尾 給他一點文化創意產業的一個 意向融入 或者是時下最夯的環保議題 所以整個在訂完主題之後呢 你就要開始去引導學生 你的素材的應用 你的文獻的抽絲剝繭 怎麼整理 很多 很多同學他可能就是找了一大堆 像剛剛藝術群跟設計群的 老師們提的 找了很多 那整理出來都不是他要的 所以其實在文獻的整理部分 老師也要下很多的苦工 協助他們 然後引導他們 那本組呢 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在美容科 比較特殊的 他找了很多的文獻之後 他必須去做意向的萃取跟轉換 這個也是在我們美容科的孩子裡面 比較薄弱的一環 因為他文獻整理之後 他不像設計群或者藝術群的孩子 這麼有美感 他單單只會為了人漂亮而已 他比較沒有那種形額上的美感 所以要他們萃取轉換是非常困難 那可能老師就要給他一個模式 必須第一階段你要從這些文獻去抽 抽取出形色紙啊 或者整個意向的部分 那透過這樣形色紙的萃取之後呢 然後讓他們天馬行空的去做一個轉換 萃取轉換之後就是他的設計圖 我們美容科在指導是都以這樣的模式 那設計圖有了之後呢 就是進入到實驗的部分 因為孩子他必須去透過很多的素材的實驗 他才能夠找到最佳的一個素材的運用 否則我們像這種手工的東西造型的東西 如果他是純手工的話 素材用錯了 其實作品會很難被注意到 所以他們在素材的運用上 也要透過很多的實驗 那本組呢他因為是做整個一個造型 整體造型 所以又要扣住回收拉環跟環保的 這樣子的一個主題性 所以他們主要是將 報紙跟瓦嫩紙打漿 然後再生紙漿去做一個塑膜 各位螢幕上看到左下角這個馬甲 還有頭飾整個都是報紙跟瓦嫩紙 就是重新在人體上面做塑膜的一個動作 然後監視上也整個都是紙漿的東西 那紙漿他們也是透過實驗 才知道說怎麼樣的比例是最好的 所以他們是有了文獻的一個 資料整理的一個學習 也有實驗的精神 最後再結合他們自己非常會畫 非常會做的一個功力 所以才最後再搭配我剛剛講的新的素材 時下的素材 LED還有回收的拉環 那他整體呈現是不會那麼的樸實 也至少有一點點現代感的一個美人與意象造型 那這個是他整個臉部彩妝的一個特寫的部分 那包括耳環 還有他的那個臉妝都是有經過 透過文獻的萃取轉換而來的 整個項鍊還有監視的部分 再往下看整體的部分 那因為是做美人與意象 所以我們不希望孩子他就是拍照起來 然後就一個人呆呆的站在那邊 所以也是訓練他們去做 整個電腦影像的基礎的一個合成的動作 讓他更貼近整個美人與意象的一個感覺 那至少他們也學會了一些簡單的繪圖啊 修圖的合成的一個能力 他們也覺得說真的是意外之外的收穫 那這些也都是整體的 所以像講這個胸前的LED燈 他們也是透過很多次的實驗 也用過光纖但是光纖呢成本太高 再來就是他是單點性的光源 他沒有本來想要做成攜帶的那個樣式 不過因為光纖的技術層面太高 沒有辦法 那最後就只好用也是很省電的LED 然後去做整體的一個增加他質感的部分 那剛剛的作品介紹完之後 我簡單的將個人的經驗呢分享一下 就是說如果在座老師們 你在帶專題最初 你想過什麼 很多時候其實我們在分享專題啊 或者課裡面老師在互動的時候 常常會提說專題到底要怎麼帶 那其實我覺得啦 你就是讓孩子看不斷的看 之前學長姐的優秀作品 這個是讓他最能夠直接了當的 知道那個步驟要怎麼來 然後呢你可能要做的工作有哪些 先讓他眼見為就是看過學習過 之後呢他可能在聽老師的授課 或者是小組分享meeting的時候 他會比較有概念 這是我的方法 那這過程中呢可能 老師會面臨到就是 學生訂主題的部分 像我大概我剛剛前面有提 我會花大概一兩個月的時間 在訂主題 那他會不斷的天馬行空的 去想要做什麼做什麼 我們這一組原本也不是要做 美容與異象的一個東西 因為他是美容科 所以他想要做那個 非標書 可能各位老師沒聽過 他就是在做乙籍的那個髮型的 一種特殊的書籍 那他覺得那個書籍有待改進 因為他必須要兩種搭配起來 才有辦法去做成乙籍的樣式 那他們就想說能不能把這兩種書籍 就是合而為一 那就必須要運用到什麼 開模的技術啊 然後可能成本的考量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他們丟了很多孩子 其實想法都是 超乎大人們的想像 他也曾經想過到部落去 做期老的一手訪談 或者是做部落的一個 原住民的一個 那個社群的一個規劃 就是規劃教他們怎麼去剪 部落裡老人跟小孩的髮型 他們想很多但是 可行性都不高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 剛開始定主題就是讓他 不斷的想 那你就是不斷的推薦 但是推薦你要告訴他 原因跟理由 那再來就是我可能會常常遇到 學生定不出主題的時候 或者是意見不合 這個剛剛在前面 老師都有提過了 那比較特殊的就是 我會請小組成員 他們在分組的時候 要考量到 是不是每一個成員 小組裡面至少要有一部 兩部的家用電腦跟筆電 至少一定要有 再來就是 我們美容科在做作品 應該不只美容科吧 那個設計群在做商品化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都要花很多錢 那這個部分其實都要讓孩子先考量到 不要一小組裡面有兩個三個的低收入戶 那到時候他們的作品就會有一些困難 那如果遇到作品做不出來的時候 我的方法就是 明確的告訴大家我會扣分 小孩子都很在乎分數 我不曉得你們的 在座各位老師的學生 是不是像我們高雄的孩子一樣 他很在乎分數 所以我的方法就是 沒有關係 做不出來 沒有關係 我會和言樂色跟他講 那就扣分囉 他們就會很擔心了 男老師不用用這一招 沒有 不管用 好 那最後呢可能就是 我遇到學生他們在文書處理的部分 尤其是美容科的孩子 不要說我的 PowerPoint 他連聽都沒有聽過 他只會Facebook 還有呢一些線上遊戲 所以你可能 就是在文書處理這一塊 還有簡報這一塊 都要帶同學上機 我一定會帶他們上機 然後就是馬上就是要考試 讓他們至少有操作過 然後知道說 這個軟體的運用 到底未來他要用在哪裡 還有他的資料的管理 他們找了資料之後 從 你想想看從第一個月到最後成果發表的時候 第一個月那個文書處理 到底這一本書是來自於第幾頁都不知道 所以剛開始那些建檔都很重要 那些建檔就是需要靠到這個WOOD 或者PowerPoint的一個 那個操作方式 那就是 前人的例子 然後讓 讓學生來觀摩是最快的 那看了一定要好的例子跟不好的例子都分享 他才能夠 比較能夠做一個比較 好 最後呢我是覺得啦 老師在專題的這個區塊呢 他永遠是最重要的配角 不是主角喔 但是他是最重要的配角 學生什麼事情都還是會想到老師 不管吵架也好 作品難產也好 或者是做的 做的覺得說自己怎麼這麼棒 跑來跟你分享 他都會覺得說老師是很重要的一個夥伴 那最後呢 我是 以衷心腸 因為常常覺得說 像 課裡面的老師啊 或者是 有時候跟同事之間在聊 他們自己對專題都是一知半解 所以我覺得老師 在座各位一定都是很內行的專家 因為常常會來 學習分享的老師 我覺得應該都是在這一區塊 很投入的一個老師 那如果說 老師自己對專題都一知半解 那你怎麼去帶領孩子 這個我是覺得說 是我提升很重要 多聽多學多看 那 現在專題他列入整個課綱的一個必修課程 未來銜接到基專端的一個高等設計 他不斷的在這樣子做中學 我覺得這個是激發學生創意 包括激發老師自己教學相長 自己從學生的作品中也學習到很多 包括學生像我舉個例子好了 他們跑來問我 老師你知道什麼是BJD嗎 在座老師有聽過嗎 都不知道 BJD 原來他是球型娃娃的簡稱 日本的球型娃娃一句要好幾萬塊 就是巴比娃娃的放大版 然後他關節可以拆解 這個也是都是透過教學相長 所以我覺得其實帶領專題還蠻晚晚的 那再來就是 很多的思維都是從生活中 訂題目呢就是從生活中去發覺就沒有問題了 那最好這個題目呢不僅要商品化 又要有商品化 也要文化價值 又要有一些特殊的思維 或者特殊的素材 我覺得這個是專題最迷人最吸引人的地方 即便說過程中他是這麼的 學生是這麼的可憐 我覺得學生在做專題真的很可憐 老師都很開心 因為老師就是只負責打分數 然後告訴他你這邊要怎麼修改 你可能要考慮怎麼去進行 老師的角色壓力不會像學生這麼大 所以我覺得學生 我都覺得他們很厲害 那老師的部分也是 盡量就是自我提升 像我自己我也去學統計學 不然我不知道怎麼做那個SPSS的分析 那這也是自己意外的收穫 我覺得這是專題給我很大的一個 那個教學上的一個成長 謝謝大家 與惠的老師大家好 那我還是要跟我之前的學校先說一下 我之前服務的學校是季雄市光榮加商 然後現在轉戰到山明加商 但是這些孩子是光榮加商的孩子 所以幫他們說一下 那我先來分享我的專題製作分 那個整個教學的歷程 我想請問一下在座老師 不曉得您帶過專題製作的時候 你發現高職的學生是知難行義 還是知意行難 當你在帶孩子專題的時候 其實我帶了這些年來 我發現高職的孩子是知難行義 他們很會做 很會天馬行空的去做 而且高職的孩子手本來就巧 所以他會選擇這邊來學習一技之長喔 但是我還蠻感謝這個整個教育部的群科中心喔 他給高職的孩子有這樣子一個表現的舞台 我們常常看到高中的孩子有科展 高中的孩子有好多好多這樣的舞台 但是我覺得高職的孩子 當我們站上那個舞台 我們要去跟我們的教授跟老師 去闡述他們整個專題的概念 您知道嗎 我看著我的孩子走進那個會場 因為老師是不能進去的 那我就在那邊跟他打氣加油 他有擁抱之餘 我就看到孩子的背影進去 那我的心就想說 哎呀不知道他們 有沒有辦法去講完 然後當他們快結束的時候 我就想說我一定要站在門口 讓孩子走出來 第一眼是看到我的 我覺得那個老師的角色 就是在旁邊支持鼓勵打氣 讓他知道你隨時都在喔 那我的整個那個教學的步驟 當然我選了五個步驟 但是這個五個步驟絕對不會是 一二三四五 因為每一個組別的孩子 程度不同 他會跳躍 譬如說他今天選定題目了 但是當他在收集資料的時候 他隨時會改變 他會跟你講說老師 我看過之後 我覺得這個不可行耶 所以我又要改變題目 所以這整個過程 我覺得他是一個循環的 所以老師的角色在這邊 就很重要囉 那我自己本身在上專題的時候 我第一個 就像剛剛老師講的 一定會先讓孩子認識 什麼是專題製作 那我剛剛很同意那個李老師講的喔 如果老師自己本身 都不知道什麼是專題 我曾經有老師問我說 那專題跟小論文哪裡不一樣 那我們就去比全國小論文就好 為什麼要浪費那麼多時間來比賽專題 所以您有沒有想過 專題製作是什麼 所以老師可能自己本身的專業素養 你就要很清楚告訴孩子 什麼是專題製作 所以我說高職的孩子是知難行義 你要先把他這個東西先跟他說 那像我本身會先帶他們到電腦教室 我會先告訴他們什麼是專題 透過我們的網路的資料的介面 我不僅會讓他看我們學校的作品 我會讓他去上群科中心的網頁 因為其實群科中心做得不錯 他會把歷年的那個優秀的那個作品 都PO上去 我會讓孩子知道他去哪裡看得到 好 再來我會教孩子那個APA的格式 整個撰寫的大綱 比如說第一章第一節到最後 你整個大綱是怎麼樣 讓他很有清楚 他怎麼完成一份專題 然後知道說專題的定義在哪裡 再來是選擇題目 我覺得這個就是讓我們 很思索很久的那個題目 很掙扎 高職的孩子很會天馬行空 其實現在年輕人都是 他會跟講說老師我是要搞創意 我要不一樣的 但是他最後有沒有辦法聚焦 有沒有辦法把他那個專題 再回到他自己本來想做的 所以我就會結合我的其他課程 例如我會讓孩子畫一個主題網 讓他由那個主題網的中心 用概念的方式去天馬行空 最後再聚焦他的題目 然後再來就是資料收集 然後資料收集 我就會讓孩子到圖書館 我發現很多孩子都便宜行事 他都會到網路上 就是Google一下就有了 我奇摩知識家就有了 所以我都會讓孩子再回到圖書館 然後去閱讀最原始的資料 而且我會鼓勵孩子去那個 上那個全國碩博士網的那個論文 其實我們有些老師會跟我講說 你會不會教太難了 孩子看得懂嗎 那我都會跟那個老師講說 你不是怎麼知道 所以我會教孩子怎麼去搜尋 全國碩博士的那些論文資料 所以資料的收集也很重要 再來最後 孩子會找到好多好多的資料 所以最後的組織跟架構 這個就是老師要出手的時候了 因為孩子在茫茫大海當中 他會覺得說老師怎麼辦很多 我也不知道怎麼把它完成20頁 當他要在100頁200頁當中 要把它變成20頁好難 所以這個組織跟架構 是老師要出手的地方喔 再來寫作與修改 這個也是老師要協助 當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覺得 孩子的文筆 他很多的外星語我看不懂的 而且他錯字很多 還有我們的語句語順都不好 這個是我在教我們的專題的時候 我不曉得設計群老師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孩子寫的那個語句 都不是很通順 所以老師這個地方 就必須要去修改囉 然後再來我再分享一下 老師的困境喔 第一個就是學生的程度 我不曉得您有沒有覺得 在一般裡面 尤其是直校 孩子的程度比較不一 有些孩子很好 你跟他講一 他就能夠反十 有些孩子你跟他講十了 他可能就有0.01 所以孩子的程度 你怎麼去分組跟拿捏 這也是在考驗老師的智慧喔 再來是班級學生人數 因為像我們私立學校 一般大概都50個 45個都很多 然後當我們遇到這麼多 像剛才老師講的 我一個人可能要指導十組的專題 我可能要指導到五組 所以班級學生的人數 也是老師必須要克服的喔 還有資料收集不易 我不曉得老師有沒有 我今年遇到 去年 但是聽說今年有改善了 我跟孩子講說 如果您上網 去搜尋全國做博士論文 你覺得 因為有些是有電子檔 但是有些沒有啊 我說如果你想要去 你就可以去國家圖書館 國圖 結果我們孩子真的去了 但是他不讓他進去 因為他說好像會滿幾歲 他就不讓他進去 然後他就在那邊電話 跟老師講說 老師我進不去 他不讓我進去 我滿驚訝的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面 資料的收集 應該那個平台 跟那個介面要更廣 讓孩子在資料收集上面 可以更好喔 再來就是分工 就像剛剛老師講的 你怎麼分組 尤其是我帶來都是女生班 女生班都會有 一點點小小的小心眼 我不要他跟我不合 他跟我不合 老師他說我不好 怎麼樣 就是為了這個分工的問題 比較會爭執 所以這個分工 也是考驗老師的智慧 比如說像老師講 有些老師是指定分工 有些老師甚至花 一兩個月 讓他們分組 分工 所以這可能就要老師 因人而異喔 然後再來是學生的困境喔 一個是沒有時間跟經費 你有沒有發現現在的高職孩子 已經開始在打工了 而且像剛才那個老師講的 他每天就坐在電腦上面去FB 然後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或是他跟我講說 老師我現在去打工了 老師我現在要幹嘛 所以孩子都會跟你講說 老師我沒時間 還有經費 因為孩子會覺得 老師 那這樣我要花好多錢 我沒有錢喔 所以經費 再來孩子 不曉得什麼是專題製作 所以你在這邊 你要跟他 稍微講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 電腦跟寫作能力不足喔 我剛剛看的設計群的那個PPT檔 我覺得他們設計得好漂亮喔 然後當我要求我的學生說 你要做這樣的時候 那個孩子就傻眼了 老師我沒想 所以我發現孩子的電腦能力 他們自己可以加強 但是他們在FB上面很厲害 然後叫他們做一個那個就不行啦 然後再來就是最後一個 我覺得學生的問題 就是主 主員間沒有辦法分工又合作 這個是我指導專題很特別的 我自己也一直試鎖 什麼是分工 什麼是合作 有些孩子可能會分工喔 你做這個你做這個 但是他們分完工之後 要合作就好難就會吵架了 尤其是女生喔 然後像我的解決方法 比如說他們會哭啊 比如說一個哭 五個就全部都哭了 或是一個很沮喪 大家都很沮喪 我的方法就是老師要花很多錢 我就說好不要哭了 我們去唱歌吧 或是不要哭了 我們去外面吃到飽吧 就是用吃跟唱歌來發洩一下 因為那個 那個歷史半年的那個過程 真的蠻煎熬的喔 然後接下來我就來分享我們的主題喔 我們今年的主題是誘老共生喔 那很多那天有教授一直問我們的學生說 這四個字是什麼意思 然後我們學生就一直要解釋說 這是什麼意思喔 我像在座老師應該這個題目 其實我蠻鼓勵 我在審 因為學生會有一個 他一組可能會五個題目 十個題目 那我一定會先審題目 我都鼓勵我的孩子 一定要先結構再建構 就是說你 我覺得很多學生會說創意 但是很多學生會說 那我們就把舊的東西丟掉不要了 但是我都跟孩子講說 你可以先結構 你把原來的東西先結構 再建構 你的創意就會出現了 不見得是不好喔 那我最後會選擇這個題目 跟學生討論很久 我不想要再做我們幼保科老師喔 我們最近這幾年 幼保科老師真的都被打趴在地上了 為什麼 因為少子化的那個衝擊 對我們幼保科的那個老師跟學生 非常大的那個打擊 因為大家都說沒有小孩了 為什麼要去讀幼保科 沒有小孩了 所以幼保科應該收下來 然後這幾年也收了 蠻多幼保科的學校 那我就跟孩子講說 不要灰心 我們不是黃昏產業 我們如何殺出一條血路來喔 所以我就跟孩子講說 幼保科的那個教學範圍是 零歲到99歲 我們不是只有限制在幼兒那一塊 所以我就鼓勵孩子我們走出去 我們做老人 對那這一群孩子也很棒喔 他們就是老小老小 他們都通知 他們覺得很好玩 那我們後來決定要做這個題目 因為很多 我遇到很多那個大學的教授 尤其是師院的老師 他都告訴我說 你們高子的學生都不會設計教案 不會教學 只會做教具 所以高子的孩子畢業之後 只能當教保員 保育員 餵餵飯 唱唱歌跳跳舞 你們沒有辦法教學 那我就跟孩子講說 我們就是要從男的地方著手 所以我們就是設計教案 這是我們的整個歷程 然後再來 這是我們研究動機 我都會跟孩子講說 你為什麼要做這個題目 你不能告訴我 你喜歡 你想要 因為我可以 你要告訴我 你為什麼要做這個題目 所以我都跟孩子講說去找 你去找最近的數據給我看 專家講什麼 數據講什麼 為什麼要做 然後再來 那我們的研究目的 孩子會很清楚 他的目的在哪裡 然後 這是我們的流程 我都會請孩子 很清楚知道 你哪一個步驟要做什麼 再來 這個架構圖 這個架構圖 也是我希望孩子去畫的 他經由這個架構圖 他很清楚知道 他要做什麼 然後這是他們的研究方法 那我們的研究方法蠻特別 我希望孩子先去設計一套 教案 當孩子在做教具很容易 但是你要叫他去設計一個活動 一個文案 他會比較難一點 所以我就跟孩子講說 你必須要先做一個教案 比如說你 針對這個主題 你做了一個月案 一週的週案 然後因為那時候剛好過年 我們那時候剛好也是跨過年 所以我們就用過年這個主題 再來做一個週案 然後週案之後 我們把一週 每一週都有一個教案 一個活動 是老人跟小孩可以一起的 那孩子就做了這個教案設計 這個設計圖 再來他們的教具 其實我發現幼保科的孩子 不僅僅是只會做教具跟故事書 說故事唱歌跳舞 他有辦法把用教案 去把它融合這些元素在裡面喔 那我們透過了過年 而且這些教案都是 像這個寫春聯 吉祥話 我們在釋教的過程當中 您知道嗎 有一個老福氣的長輩 我都跟孩子講齁 你去做問卷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跟他講 阿公阿公 阿嬤阿嬤 然後或是講說 阿伯阿伯 阿祖阿祖 因為那個老人不喜歡 你說他是老人 我們遇到一個老人 因為我們定義是65歲上 他說阿嬤你幫我做一下 然後阿嬤說 我現在五十歲 你叫我阿嬤 就是那個阿嬤就生氣了 所以後來我們就跟孩子講說 嘴巴甜一點 你可以跟他講說 老福氣 或是什麼之類的啊 或是說 跟他講說 那個阿姨阿 叫他阿姨就好了 或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們就叫他老福氣喔 我們中間有一個老福氣很可愛喔 因為他是書法退休 他是書法老師退休 所以當我們在做這個教案的時候 我們大家 我跟學生 還有那個幼稚園小朋友都傻眼 因為那個北北寫的書法寫的吃好的 然後那個小朋友就這樣看他 然後我們大家看他 然後他就教小朋友 當場喔 他就教幼稚小朋友寫書法 然後那個課程就玩得非常開心喔 然後這個也是寫書法 然後再來是搓湯圓 我們也是找了一群阿公阿嬤跟一群小朋友 一起進行搓湯圓的活動喔 然後再來也是這些都是 然後我們孩子要出去教學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讓他先在學校裡面 做模擬試教喔 這個是在我們那個專業教室裡面 我們一定會請來一對 我們學校裡面的阿公跟小孩 或是阿嬤跟小孩喔 來進行我們的模擬試教 然後在我們在模擬試教當中 我們才知道我們的教學出了什麼問題 好 這個過程都是 然後你看這小朋友做得多認真 我們是在做燈籠的私貼畫 好 這是我們全主 這個是年輕阿嬤跟年輕阿公 看不出來他們已經是阿公阿嬤囉 然後再來 我們整個教案設計好之後 我們也模擬試教了 也真的到 因為我們是跟那個基隆市的熱靈中心 他有一個熱靈中心 所以他定期都有老人來 所以我們是跟那個熱靈中心做結合 我們去那邊做這個教學活動 那當我跟孩子講說 這樣不是結束囉 當你的產品出來了 你的整個教案出來了 你也透過試教了對不對 你也真的去教孩子 真的去教阿公阿嬤 真的過了 那我試問你 你覺得你這一套 在目前試用嗎 你這一套東西你覺得好嗎 那我就請孩子去把這一套東西 他們把它拍 我們把我們整個試教的過程拍成影片 然後把我們教案裝訂成冊 我們就開始去做問卷 我們來參加的老人 我們就問他 整個活動過程當中 寧願不願意 如果以後政府辦這種活動 類似這種活動 他是免費的 寧願不願意來參加 然後我們就透過問卷喔 然後我們蠻意外的 其實我們大概有80%以上的老人 我們都願意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我們就想問一下家長阿 當你的孩子 跟不認識的老人 一起在一個空間裡面 從事這種活動 家長的反應是什麼 給你們猜猜看 如果你們的小孩 3歲 4歲 5歲 跟不認識的老人 一起做出湯圓的活動 家長的認可度怎麼樣 家長的認可度 大概 百分之 我們後來統計起來 70%以上都OK 他們認為OK 但是前提之下 必須要在安全的環境下 所以他們是有誕書的 然後再來 我們想要問一下 原所長跟老師 如果未來這個活動 我們是辦在原所長 原所裡面 那原所長的老師跟 那個 那個原長跟老師 願不願意支援我們這樣活動 那我們就訪問了五間 原所長的老師 那這些都是原長喔 那我們的孩子收穫就非常多 例如像結論的部分喔 很多原長 告訴我們說 你們一開始 千萬不要把陌生老人 跟陌生小孩 就 冒然把它結合在一起 這樣成效不好 他們給我們的建議 是從先從祖孫關係 就是你們可以先從祖孫中 慢慢去延伸 變成又老的一個活動 然後這個結論 我們就覺得 欸 蠻有收穫的 而且我們還把這個結論寄到那個基隆市 的那個社福信箱 我們還把這個結論 拿去給那個基隆市的熱靈中心 給他們做參考喔 這是我們的建議的部分 然後最後呢 我自己走了 這幾年指導專題 我發現做專題的老師 很像放風箏 就是你線頭要抓緊 當我風箏要放出去的時候 這麼多個風箏 我的線頭一定要抓緊 但是你的手要鬆 因為你要讓風箏自由的飛 但是不能斷啊 所以我線頭都抓得很緊 我都會掌控每一個 每一個組的那個節奏 但是我的手是鬆的 讓他們自由發揮 所以風箏才會飛得遠 又飛得高 然後最後跟老師分享喔 做專題的老師 的確是很辛苦 但是您真的是功德無量喔 然後大家一起努力吧 謝謝 各位校長 以及在場的各位教育先進們 大家午安 不好意思喔 因為我那個聲音有點沙壓 所以各位在聽我的報告的時候 可能會 有一點應該怎麼講 就會不太 在聽覺上面會不太舒服 那請各位包含 等一下 我這個 好 沒關係 我不是 對不起 我是來自於那個 野蘭說還是學校 鄭亞林 我是說還是商業經營課的老師 那剛剛透過那個 藝術群設計群 還有家政群的老師的報告 發現說 哇 他們的那個 專題製作的那個成品 真的都非常非常的 豐富喔 而且他們都是有實作的成品存在 但是呢 商館群這一方面 好像就是一直都 被收視 這也是我們商館群一直要突破的 我們好像很容易在 一直都是在 做文字跟數字上面的一個呈現 例如說 我們今天用一個問卷 然後針對某個企業 或某個妥動 或是某個地點 然後我們再去做一個問卷的設計 之後將問卷的內容去做整合 整合的結果呢 再去把它分析 然後結論跟經驗出來 可能沒有辦法 沒有像那個 設計群 藝術群跟家政群 這一些 老師們 他們的指導學生的那樣的 應該怎麼講 就是在指導過程中 那麼的活潑 那我們今天 我們 我們這一組的探討的主題 就是可以弄二維品質模式 然後探討觀光工廠 體驗行銷 那以宜蘭餅發明館為例 其實當時 為什麼會以宜蘭餅發明館 其實宜蘭餅發明館 如果有去蘇澳的 各位 如果有去蘇澳的話 應該就會看到 就是從交流到一下來 在十字路口 沒多久 你就會發現有一個很大的招牌 那就是宜蘭餅發明館 當時學生他們在做討論的過程當中 也是從前面的一直討論 討論到最後結果 就是最後決定的主題 就是宜蘭餅發明館 第一個就是他就是怎樣 在地題材 因為宜蘭餅為於輸澳 我們學校又在輸澳 再來第二個就是 因為他在在地的 所以學生他們今天 不論是在做現場的參觀 或是做那個問卷的探討 這些等等的話 對學生他們在交通 以及他們在做各種繁複的一個 手續上面的 對他們來講都會比較方便 所以我們最後就決定 宜蘭餅發明館 那我這邊呢 我要跟各位來探討的就是 基本上呢 在輔導過程當中 我們所面臨的問題 其實在 輔導過程當中 經由剛剛那些老師 不好意思 因為我有設定是用按那個 可是他一直在跑 就是 發現說 這些老師所面臨到的問題 也是我們 好像我們面臨到的問題 也是我們面臨到的問題 好像大家遇到的問題 都是差不多的喔 那第一個 我們來探討就是 第一個就是 學生他們在理論架構上面的 射線是有 射列是有限的 抱歉 抱歉 我可以畫一下那個檔案嗎 那個射線是有限的喔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高子生 他們除了一些工藏科目 跟專業科目的一些呈現上面 通常他們會怎麼樣 他們在一些理論的模式上面 要去支撐他的問協 支撐他的那個 專題製作的一些論文上面 他似乎就是比較 應該怎麼講 廣度就沒那麼廣 也沒辦法那麼的深入 所以在那個理論的那些 涉獵上面呢 以及支撐他的一些模式上面 我們可能需要花很多的時間 去教在教育孩子 然後讓孩子了解說 他今天他可以透過 欸哪一些訊息去做 哪一些資料 例如說欸我可以從雜誌上 我可以就剛剛老師講了 我從軍庫小論文上面去做 資料的一個閱讀 再來我可能透過 學校圖書館 或外面圖書館 我去找一些相關的書籍 那這些書籍上面 也是我們要去跟學生建議的 不然學生就像那個 他完全會不知道說 你今天告訴他 喔你去找雜誌 你去找書 但是他知道去找哪些書嗎 他知道你應該要去看哪些雜誌嗎 這些他都不知道 你可能必須要給他方向 不然你跟他講完之後 可能你在下一次跟他約時間的時候 就說欸那個你們看的結果怎麼樣 他最後怎樣 他可能剛開始不敢跟你講 最後還跟你講說 老師我們不知道怎麼去找尋 那其實這中間的過程 當然都是很浪費時間的喔 好 再來呢 第二個就是統整能力的不足 就是這樣子 好來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學生的統整能力不足 就是文字他比較成為 段落式的一個論述喔 就是剛剛那個老師有講到 就是說其實 例如說以我們說還是的孩子來說 他其實在國中跟 國小的一些 語文的一些跟文字敘述上面的養成教育 他可能比較弱 所以呢 這變成說 其實他在 他也許他前面的想法 他可能天馬行空去想一堆東西 他可能要去敘述一個東西 所以他的想法他很簡單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請他把 他的想法 他的想法 跟他的一些 嗯 天馬行空的一些 那一些 跟同組討論的一些結果 你要請他去把用 嗯 敘述 用文字去敘述的話 你會發現 這是很難的 喔 他會可能就是說 你會發現說 他的前面的句子 跟後面的句子 那個跳通實在太大了 結果變成怎樣 我覺得這個過程當中應該是 嗯 在專題的老師喔 他前面是非常非常的掙扎 為什麼 因為你要讓他在這麼短的時間 去改進他的文字的敘述的時候 你要畫跟他 那種叫做什麼 拉鋸戰 你要 你就用時間去跟他怎樣 跟他搏鬥 就是 你可能在敘述一個過程 就像我們 例如說 就是 我可能 欸 這個句子拿出來之後 我可能跟他講說 欸 或許這一段話你可以怎麼講 會比較好 那可是你會發現說 你一直要重複去跟他 討論 你會一直重複去跟他討論 好 那這個過程當中也真的是很辛苦 好 再來就是科業 我想 在座的老師應該也有 應該都有這樣的一個疑問喔 就是說 嗯 今天 大家在 因為專理製作真的需要耗很大的 精神跟體力 體力去那個 去完成這樣一篇 可是呢 學生他依然 他還是要上他一般的 課堂上的課 那可能他今天 你今天他可能需要花時間去做收集資料 他可能今天要來跟你討論 他可能今天要跟小組的報告 也許他可能 他就必須利用那個課後的時間來去做討論 可是在討論的過程當中呢 他可能又要佔據他一個晚上 就是課後的時間 很多的時間 但是呢可能明天的課堂上 老師又交代 老師又交代 欸我明天要考試 我 或是交代一些作業等等等等的 結果學生他怎樣 他還跟你討論過程當中 剛開始他怎樣 心裡一直很關愛 只是說 欸我明天還有明天要 要的考試 我可能明天考試 我沒有準備的話 結果怎樣 就會 結果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一直就是 那種過程這樣 你就變成說 你要去跟學生輔導 然後最後你跟他講一個很現實面的問題 就是說 這只是一個小case 這只是一個小問題而已 你等以後 可能 你出社會之後 你可能很多事情都在你的身上 這時候就像剛剛那個 佳政 欸是佳政群老師講到的嗎 時間管理的問題 那時間管理的問題 這個過程當中 也許剛開始真的很辛苦 可是可能我們就必須要 呃 教導 那你也不是跟他講說 你自己要懂得時間管理啊 你既然跟他講說 你要懂得時間管理 老實說 他回去之後他還是不懂 你可能就是你要做給他看 你可能要分別給他看 然後最後的話 剛開始可能 也許他剛開始沒有辦法 進入那個軌道 可是久了之後 就慢慢慢慢懂得去 調整他的步調 不然他的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荒在那裡 因為荒而讓他怎樣 浪費很多的時間 好再來就是剛剛那個 也有很多老師講到那個 團隊之間的一個意見相左 討論的結果也就是 剛剛那個藝術群的老師說 他們學生因為意見相左 然後到最後就怎樣 打架 我聽完之後 我就覺得我好滿幸運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學生 意見相左的話 他可能就是彼此就這樣 生悶氣 那你老師走進去的時候 當你發現說 欸這樣的氛圍好像怪怪的時候 這時候你又怎樣 你就發現有問題了 我們好像還沒有到肢體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 哇那真的好滿嚴重的 那你變成說老師就是一個溝通者 你好像隨時都是在備戰狀態當中 因為什麼 因為他們今天出現的問題 跟每天出現的問題都不一樣 那你可能隨時都要去幹嘛 靈機應變 然後去幫他們解決 那怎麼樣去做一個 就是彼此的那種磨合 再來就是說 討論的結果會找不到核心主題 可能就是你一直在 他們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像我們 我們今天用Canel二維品質的模式 然後去探討觀光工廠 其實剛開始學生 他們從職棒 他們為什麼職棒 因為他去簽賭案 他們原先要做的就是這個 可是呢 後來就是因為呢 這樣的主題一直到後來 他們就遇到瓶頸了 遇到瓶頸之後 最後結果怎樣 一直到討論到後面 最後才用Canel二維品質的 觀光工廠這邊去探討觀光工廠 那其實這中間的前面的過程當中 真的真的非常的辛苦喔 那這個主題也是 因為 就像說的 我們老師沒有辦法去怎樣 我們老師你真的 你沒有辦法去左右孩子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是孩子的作品 那今天用Canel的模式 也是孩子 他們就是 就像說的 我們也會給他們看 別人的作品 就是 學章姐的作品 群歌中心那邊給 那個在網路上的作品 那他們也跟我們提過說 欸老師我們可以用呢 到後面他是真的 因為他們從簽賭案的時候 剛開始覺得 哇這個主題不錯 非常的高興 可是後來他們發現他們在操作過程當中 一直遇到問題 最後他們又換了 然後最後他們覺得說 欸老師 學長姐他們曾經做過一個Canel 二維品質模式 那我們可不可以從這個去做 那我覺得喔 那也可以啊 我說好啊 那你們就試看看 所以呢到後面我們才 很久了才 就是前面已經失敗了一兩次之後 然後在最後才找到核心主題 然後再來就是溝通後 但是又偏離軌道了 就是說你可能跟他們溝通完之後 你可能給他們一些方向 然後告訴他們說 欸你們可以從哪邊去找 相關哪一些東西 可是你可能約一段時間之後 你後來發現說 欸結果怎樣 他下一個出來 就是跟你下次跟你約的時候 拿給你的東西的時候 就 並不是 就是說他可能 沒有辦法完全去呈現 你所想要的 好就是說你交代的那些作品 好這就是我們所面臨到的問題 好再來我們再來 探討說 欸學生要如何去突破 專體思考的一個模式喔 第一個就是他可能要熟練 既定的思考模式 我們都知道說其實在 什麼叫既定的思考模式 我們都知道說 欸其實像SWAT分析啊 4P啊 市場區隔這一些基本模式 基本上我覺得 學生他們還是要有一定的了解 那我們今天有了解之後 再來我們要讓學生了解說 專體製作你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例如說 你今天探討的是滿意度 那滿意度的精神在哪裡 你探討的是一個忠誠度 那忠誠度的精神又在哪裡 那你如果說今天 你了解你的主要目的的時候 你才能過去前呼後應 才不會偏離到你原來的那些原意 因為我們發現說 其實學生在做東西的時候 他們可能一開始做得非常 就是說前面遇到問題 但他發現說 他慢慢有一點頭緒了 可是到後面的時候 他又偏離掉他的主要 專體製作他的目的到底在幹嘛 那最後就容易就被打回票 再來第三個就是要放下 既有的思考模式 什麼叫放下既有的思考模式 就是說 就是剛剛老師講的 用天馬行空的方式 讓他們去討論 讓他們去思考 然後他們在思考過程當中 我們就聽他講 其實有時候學生他在天馬行空的時候 提供給你的一些建議 這些建議其實也是非常 有可能他一個建議 忽然給你一個靈感 我覺得有時候這台專體製作 其實是一個師生的教學相長 有時候他們其實會回饋你一些東西 其實是 你沒有 你沒有 你可能沒有想到的東西 但是 就像剛剛那個 賈正群老師講的 你就像放風箏一樣 你不能全部放掉 當他在天馬行空到 已經到很遠的時候 你要試試把東西給幹嘛 對嘛 要回來 請你回來 回來了 你要試著去把那個線再拉回來 然後再讓他繼續討論 好 再來就是主題的論點 那其實在 任何一個專題之中 他的 基本精神的論述 那些論述就是 我整個架構支持 支持者 他是缺一不可的 那我舉個例子 就像我們以Canow的品質來探討 觀光工廠的體驗行銷 那我的基本論述就是什麼 我的基本論述就是二維品質 我的基本論述就是 觀光工廠 我的基本論述就是 體驗行銷 那這些 我只是舉個一些例子 就是我依我的主題 那這些論述就是 我的整個架構的支持 那這個是不可以缺少的 因為他畢竟就是你的理論 再來就是形式可以大型的改變 也就是說 為了要更好 就是一般我們商科在做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 好像比較 顧守在一些傳統的思維 我們一直很難去做一個突破 但是我覺得 這也是我們一直在帶專題的過程當中 我一直想要去突破的 可是其實在突破的過程當中 你相對你也要冒險 為什麼 因為你要嘛 你就是上去了 要嘛你就會跌得很慘 但是呢 那你有說你不突破 你又怎麼知道呢 再來第三個就是 要融合不同的論述 結合不同領域的專長 做一種改變 例子舉例 我們說 還是其實還蠻特別的一個學校 我們總共有六大群 七個科 那我以上進科 也許我可以今天跟食品科 電子科合作 然後我們共同來完成 我們的專題製作 或是說 欸我可以請 光科 光事務科 或是養殖科的老師來協助 那其實透過各科的結合 因為各科有不同的觀點 在透過這樣的一個整合過程當中 也許他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什麼 不一樣的思考模式 也不一樣的想法 那這個 也是我們在想 只是一直都還沒有去去執行 那我覺得說 其實透過不同的科 不同的科 彼此在交流的過程當中 或許會 綻放出不一樣的火花 再來就是得獎要放下突破 就是指導老師喔 得獎要放 得獎之後你要放下 還要你要尋求突破 因為得獎你可能是走下坡 你可能就是走下坡的時候 因為張小燕曾經講過一句話說 得獎你不用太高興 因為可能就是走下坡的開始 他可能就是走下坡的開始 為什麼 其實我要換句話講就是 得獎你應該高興 你應該高興快樂 但是你也不要快樂太久 你要馬上回歸到你的現實面 如果你一直沈浸在你的得獎的喜悅當中 你最後可能製造下一個悲劇 就是下一個沮喪的開始 也就是你走 我們說今天你得獎 我們說今天得獎 你好像更應該要突破 可是你要突破 你可能會更難 為什麼 因為你要去突破你現有的狀態 然後去尋求不一樣的路 讓你能夠有更好的表現 那其實 對 對一個得獎者來說 其實真的是還蠻辛苦的喔 再來就是要放下傳統的思維 其實我們 我們說的 其實我們老師很容易 就是去牽引學生 可是我們老師的 有時候如果說 我們老師不懂得去做突破的話 就像我第三點 如果不懂得去做突破的時候 那當學生他有一個新的idea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會被我們否定掉 對 所以呢我們要有一個認知就是說 其實學生他們不一定會依照我們的思維 去執行 那我們也要懂得去接受他 我們要懂得去接受他 然後去接受他之後 或許我們應該要去思考一下 而不是說一剛開始你就要否定他 一剛開始你就要去幹嘛牽引他 再來第二個就是 還有再來一件事就是說 你今天有時候我們都說 欸學生其實我們都知道齁 學生他有時候在思考的時候 他覺得欸我這個覺醒之後 他就不想再想別的 也許你在激放他的時候 他會有更不一樣的 那你怎麼樣去 你就是不斷的去幹嘛 否定他 就是他今天可能給你一個idea 你把它記下來 可是你要否定他 你跟他講說拒絕他 然後你要那種就是逼迫 就我們算是比較傳統 就是你要逼迫他不斷的去想 也許你會看得到他很沮喪 很難過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 如果你真的心不狠一點的話 你也很難去讓學生有新的東西出來 再來呢 就是要不斷的突破自己 就要說的 其實帶專題的老師 他我覺得真的很辛苦 為什麼 因為你今天你叫學生去搜集資料 結果 學生他可能去搜集了很多資料 可是這些資料可能有些理論 學生他並不懂 但是我們又不是萬能人 可能有一個模式一個理論 我們並不知道 可是他今天來給你的時候 你會變成怎樣 他問你說老師 這個理論是什麼東西 他覺得他可不可以用 可是可能那個理論又是怎樣 又是我們不熟的 這時候我們老師好像要 要不斷的去幹嘛 自我精進 因為你只有不斷的自我精進 你才能夠面臨每一屆學生 帶來的新問題 那這就是我的那個分享 那我們這邊 這就是那個 我們當時的那個 一些學生的發問卷啦 照片這些 還有這專家學者的訪談 還有這是那個 宜蘭秉的 宜蘭秉的那個 發明館的那個 劉經歷 這是老闆的女兒 當時我們去做訪談 其實我覺得在 訪談的過程當中 其實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你可能原先已經訂好 你要訪談誰了 可是在聯絡過程當中 你卻不時 有時候會被拒絕 然後有些人 例如說在 我們這個題目是建構互利共生的商業經營模式 我們是以李仁有記公司當我們的例子 那各位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不知道會不會有個問號 就是說 在現在商業競爭這麼激烈的時代 怎麼互利共生 不是我們要追求最高的銷售金額跟利潤嗎 那我們每個企業都是出其至勝 希望得到市場最高的佔有率 那我們要跟誰互利共生 那我們需要考慮別人那麼多嗎 那會不會影響我企業的成長 還有商業上 商場如戰場 那我需要跟別人互利共生嗎 我要考量別人這麼多嗎 那我覺得在我們的學生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他們選擇了 選擇了李仁有記公司 讓我們引發了做這樣一個題目的探討 所以我覺得這個題目是非常有趣的 好 那我今天透過這個幾分鐘的分享裡面 我想要先跟大家報告的分享是 第一個是緣起 這個主題引起了我們實際上的一個想法 那第二個是我想要介紹我們的作品 那因為那個時間非常的寶貴 所以我只針對比較重要核心的一個理念來探討 提供大家不同的想法 那就是接下來是 再利用一些時間做教學法的一個 介紹跟我的心的一些分享 好 緣起 好 那各位如果您還記得 我們在2011年的時候 台灣發 發生了一件那個塑化劑 各位有印象嗎 那我記得那個時候風暴的引然的時候 幾乎全台所有知名的企業 飲料食品 麵包所有的食品都遭殃了 那大家就開始想 我吃進了什麼 然後如果還 各位還記得 我們的牛肉 最近聽說 可能以後開放是還有什麼 瘦肉精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那個 很多的專家或政府 關於我們說 只要多喝水 新陳代謝OK就可以 那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嗎 那像我年近50歲了 就覺得真的 我的身體可以承受 這麼多的毒素嗎 那還有 我到底我每天 三餐所使用的食品 我身上所穿的衣服 我的鞋子 我的皮包 以及我家裡 所有的清潔用品等等 這些產品 他們是怎麼生產 他帶給我什麼樣的品質 他們安全嗎 我不知道各位 會不會有個問號 那 可能因為我 我一點年紀了 所以我常常會 關心這個問題 那加上我們的媒體 也常常 爆料給我們知道 所以 這個會引起 我們的一個關心 那其實在做這個過程裡面 我會看到 就是從幾個事件的一個 媒體的報導裡面 不管是塑化劑 或是說 前陣子有個新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注到 是拿那個深處用的奶粉 添加在很多 那個飲料上面 各位你有看到嗎 而且有些是用在 那個知名的品牌 跟飲料裡面 還有那個 瘦肉精 還有一些什麼 雞壓牛肉出的一些問題 還有過期的巧克力 經過十年了 改造日期這樣 那我都會覺得這些人真的很聰明 那 但是他的聰明 讓人類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還有我們人跟人之間的信任 在哪裡 那 我們常常有一個 一句話說 經濟 所以經濟的定義就是說 我用最少的成本 得到最大的代價 那 真的這樣是最好的嗎 那另外一個是說 人類會不會過於貪婪 然後 會不會過度期待 比如說 各位我不知道 您喜不喜歡吃豆芽菜 那您知道那個 豆芽菜 正常的那個 開始那個 從那個 綠豆開始敷芽 一直到長成 到可以出售 那您知道正常時間應該多少嗎 可是人類為了希望那個菜 看起來漂漂亮亮 會使用一般的正常方式嗎 一般正常方式敷出來的綠豆芽 是醜的 是黃的 是不漂亮的 可是您如果仔細看 希望外面賣的那個 綠豆 在市面上賣的 都是非常漂亮 非常捷徑 非常白的 那個是自然 敷衍而成的嗎 還是添加了什麼 所以大家都用快速有效的方式 去製造生產產品 食品 包括連那個 雞肉牛肉 都是希望他不要生病 然後快速養成 但是那個後來這樣處理之後 受到危害是誰 那 還有我們 大家 與會的 每位那個老師們 都身上穿有衣服 那衣服 帶給我們保暖 跟美麗 那這樣的美麗後面 帶來是誰的哀愁 那 各位如果 我相信 您可能 不一定知道這個 提供一些參考 就是說 其實我們全球的棉花田 它只有佔3%的 面積 就是全球的那個農地 棉花田只佔3%的面積 可是 棉花所需要的農藥 卻佔25% 所以 各位 一件T恤 它的一棒棉花 它用掉了3分之1的農藥 所以這是很可怕的 那各位 你會說 不好意思我穿有機的衣服 那各位 那一般人 穿的衣服 如果是有農藥的話 它經過沖洗 那請問它這水流到哪裡去了 河川 海洋 你會說我又不去玩水 我不去海洋那邊 OK的 那請問一下 魚跟蝦會不會吃了 會 那不會留在我們的嘴巴裡面 跟身體裡面嗎 所以我們跟這個大自然是互利 構成的 那所以 商業的行為 真的 一定只要考慮到人類而已嗎 好 那所以我覺得 真的有點 漠視自然環境跟生態 不好意思 一開始就講這麼沉重 對不起 可是 我覺得我也是 我們這裡面的循環之一 好 好 那我 講到這樣的一個引言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們這個作品很簡單 我們就是按照群科中心的格式 我們有前沿文獻探討 還有我們李仁公司 他的一個SWAT分析 跟 他把他跟一般的有機商店 做一些比較 那 您可能會有一個問號是說 那所以賣油機 就是互利共生 我覺得 那個是一個問號 那因為你還要看他怎麼經營 那考量是誰的利益 然後呢 再來是 而且現在有機商店 到處都是 那如果您 心目中 腦中有閃出來的話 除了我講了李仁之外 各位您有沒有看過 聖德克斯 同一企業的 有 有沒有看過綠色小鎮 最近擴展很快的棉花田 這些等等都是 那他們互利共生嗎 我覺得他們產品應該是 但是他的經營模式是嗎 這提供參考 那麼在 我們 還有我們就是 我們做的這個方法是用訪談的方式 去做這樣的一個 結果的分析 那根據這樣的以上的研究 我們提出我們的結論跟建議 那後來我們 列出我們的參考文獻 整個架構是這樣 那我今天所要探討的重點是 做那個文獻探討 裡面的一個互利共生的一個觀念 我希望透過這個觀念 提供各位老師去思考 那這個或許不見得是用到您的專業上 但是我覺得那是人的生活態度 那也可以透過您的分享去瞭解 對學生跟家人或是朋友的分享 會有更多的不同的想法 好 那其實我們這個研究 這個專題的研究目的是 我們想要探討 離人公司的經營策略 跟他的一個理念跟策略 由於他的理念的不同 所以他提出不同的策略 那我們也讓同學去做說 他跟同學之間的一個經營策略的比較不同 那也希望提出那個具體有效的建議 來做那個業者的一個經營的參考 好 那在講這個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提的是說 理人他很不同的 他是做那個理念行銷 理念行銷 那這個理念行銷的意思是說 他不是以 跟 如果您是那個商館群類的老師 您就請聽過一個叫目標行銷 那目標行銷 定義容我簡單的說明一下 就是說 我用最少的成本 得到最佳的銷售成果 那就是 市佔率最高 或是我的銷售金額最高 或是我的利潤最高 這就是我們一般人的概念 我覺得這個都沒有錯 好 可是 李仁漢很特別 他提出一個是說 理念行銷 他認為 他是推動一個 社會理念所做的一個奴隸 才要開設這樣的一個企業 那他是在86年 有一位那個日常老和尚 他所提出來 因為他去美國 留學回來之後 他覺得 原來有機在台灣還沒有推行 所以他覺得是為利益中生 所推展出來的一個企業 好 那所以他認為 我的企業 要做的 不是賺最多的錢 不是要市佔率最高 而是我要賣的產品是對 社會是有好處的 比如說 他是要 讓消費者吃到的時候 是安心的 是放心的 是對社會有利益的 然後呢 他不應該去傷害 我們的大自然 那更而積極的去幫助農友 我們知道農業是非常辛苦的 當他盛產的時候 價格非常的賤 就是那個 產品過多的時候 價格非常差 所以基本上來講 他沒有得到利益 好 就是因為 價錢不值錢 比如說一高利財十塊五十塊 好 那可是如果當他 大自然的災害 水災等等的方式 或是颱風 那他的東西 又無法收成 所以基本上他覺得 農友是最需要去關心的 他怎麼樣去扶持他 好 那另外一個是 社會型企業 他覺得說 我不是要賺錢 我更應該要銷售 對消費者 對我的生產者 有利益的產品 跟我對自然生態有利益的 所以他就是 社會型企業 那你另外說 不是社會型企業 是什麼 其實大部分 賺百分之九十五六以上 都是屬於資本型企業 所以資本型企業 我是賺取最高利潤為目標的企業 那最明顯就是統一嘛 那我知道 我們是他整個是 我們國內第一大的一個 食品的廠商 那 就所謂的資本型企業 好 那所以 你的公司 他是強調理念行銷 他是以社會型企業自居 好 那所以他很特別的是他是 利他 成性 共生 那我剛剛也提出說 不管是 塑化劑 或是瘦肉精 那在那個 九三九四的時候 有所謂的有機密被污染 革米等等的 或是說 护髮劑 有 驗出來是 化學成分的等等 他所以人類之間 他已經不容易互信了 那提出來認為說 我們要他說 他認為他們要以成性 來取信於消費者 只要有任何問題 他先下架 考慮消費者的利益 來出面解決 問題 找出問題來解決 然後他利他 他覺得他要幫助生產者 然後 也要共生 跟這個 我們的生態自然的一起 發展下去 永續的發展 所以他不生產危害 大自然的東西 好 所以他的核心價值是這樣子 那我舉小小的一 這個事件 譬如說在九六年的時候 台風襲擊 花蓮很多的那個 幼農 那所以他當時那個 柚子 灑滿地上 就是都落果 那落果就基本上不值錢 那所以他那時候主動 李仁欺人他找了一個 叫做舞會食品工廠的 他主動去搜購這些 掉下來的一個文旦 那我用文旦去開發很多的新產品 文旦的那個 文旦誘酥 或是做文旦的一個 果醬 方式來幫助消費者能夠 能夠使用這些產品 不浪費 也能夠幫助他們生存下去 好 那他也提供消費者 很OK的產品 也吃到新的口味的東西 所以他這是考慮到 生產者 銷售者 跟消費者 所以基本上 李仁半也是銷售者 可是他去全力支持生產者 然後也讓消費者得到安心 放心 好 這就是那個96年那個事件 你看 當時 這個 文旦掉落滿地 那其實不處理 他就是變成什麼 廢棄的一個農產品 只能掉在地上腐爛 可是他卻願意積極解決 來幫助農友 度過這樣一個辛苦的日子 也讓消費者得到安心的產品 好 那我們在這個訪談過程當中 我們有訪談 李仁公司的一個韓經理 跟萊奧介 那也透過他姐 我們有跟他的公關專員討論 然後也去訪問那個 舞會食品公司的一個湯副總 那我們也跟那個李仁 他的有機棉的主管 吳小姐 那個訪談 那也去桃園那個 南天大地的一個 有機棉的公司 去訪談 好 那其實這個過程當中 我通常會跟大家介紹說 我用的是一個學習單式的教學法 好 那學習單式教學法 嗯 讓我打岔一下下 我用的方式就是說 我在 因為我在專題製作過程當中 他就是很多的研究步驟 那就是陳如剛偉 很多老師所提的齁 那我在每一個的研究步驟裡面齁 只要比如說我是一個研究主題齁 我就會提供了很多的學習單 那只要同學把每一張學習單完成 他自然就能夠完成每一個工作 好 比如說我這邊提供的是主題探索單 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覺得就是說 像我的經驗是說 一個好的作品 他一定要題目好 我覺得好的題目就是成功了一半 好 那所以我基本上來講 我就幫助學生去找那個主題 好 給他去找主題 那基本上學生都比我有創意多了齁 他們做到的主題都比 都讓我覺得耳目一新齁齁 通常是他們提供的主題 讓我覺得非常好 有時候他們的創意是我所不及的齁 所以我都會盡量尊重他們的意見齁齁 那我也讓他們去做資料的一個 提供一些資料的蒐集網站 那我也提供資料搜集單 讓他們去做閱讀齁 分析摘要 那我還提供一個主題擬訂單 那我的目的就是 主題擬訂單是我的目標 那我透過這些學習單 讓他完成這個工作 那在資料搜集方面 我會提供資料搜集單 那我在做研究目的跟方法的時候 我提供研究目的單 跟研究方法跟範圍單 讓他每一個步驟 都有一張學習單來完成 那後來發覺說 欸好像同學也還蠻能接受這個方式 好 再來是 我要play 是 在這裡 這是不好意思 啊 看到了不好意思 嘿嘿 老師對不起 好 那 剛才老師們齁 剛剛提到說 很多的教學經驗齁 那我就覺得兜兜很棒 都提供我也很多的思考 那我通常在過程當中 我會用的是討論法 那因為我發覺齁 其實專題製作說真的 老師們教學真的非常辛苦 像我們學校老師有好幾個 好像有個老師 還是教了五六年 真的很辛苦 那 那 我覺得這個課程 他真的應該要share 就是應該輪流教 不然那老師真的會 會爆肝 那我覺得在過程當中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那我覺得老師 其實每個老師都是有能力的 那只要教過之後 我覺得特別是商業 商管學老師 他可以幫學生 更探索到職業 跟企業是更了解的 踏入職業齁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然後呢 另外的我透過 我覺得 我不希望是 我只是幫學生改稿 因為改了稿 還是我的思維 學生沒有學到什麼 他沒有學到思考 所以基本的過程當中 我教學學過程當中 我希望我用的是討論法 我透過討論 讓學生去思考 所以我們私下的上課 除了上課要meeting之外 下課的meeting 其實非常多 那還有就是 我會開放我的手機 給學生 隨時call我 讓他可以跟我討論 特別是六日 那這個地方我也覺得 我跟學生關係變得很close 當然 吵架 翻臉 一定有 可是 我覺得這難免嘛 這個 對一個沒有意見的學生 我們或許覺得他很乖 可是他沒有辦法 能激當出火花 他不能有創建 好 那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覺得 有意見的小孩 我都很喜歡 大家來溝通 所以我覺得 讓學生學到溝通 互助 這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 溝通模式裡面 我在千幾年教授 都被學生等 我想說我這麼認真 你為什麼要等我 你為什麼那麼生氣 我到底錯在哪裡 後來我發覺 其實學生交給我們作業 不管多差 他真的都有做 不管他交來 是什麼樣的一個產品 作品 基本上來講 他都有掙扎過 所以 基本上來講 我就學會了一個 金科玉律 對我來講 我就覺得人家是 這個人是 我一定要先關心到 這個學生 我都會說 哇 你好棒喔 你怎麼今天有交作品 你真的很好 那我的起跳是 只要有交 他就是好學生了 好 我不會用100分來看他 因為基本上 我也不是一個100分的老師 所以我覺得 你有交作業 我就很感謝你了 60分 我覺得你60分 就是很棒的學生 好 所以我一定會先肯定他 你有交作業你真的很棒 再來 事情 看完之後 我一定會先講 你做的有多好 先把所有的用語言都講出來 讓他覺得 我的努力被老師看到 這時候我再跟他講 你那個地方 怎麼樣怎麼做 怎麼怎麼做 這時候學生好像 都比較能夠接受 這是我這幾年 很深很深的感受 因為我覺得 人家是 對學生真的是比較管用一點 好 然後 接下來 我個人覺得 在專題裡面 他應該要讓學生 學到一些的核心能力 比如說 我們商館群是 基本上他是必須要跟 像我們上經科 我們就要跟行銷學結合 然後呢 還要用一些電腦的能力 所以他要跟 記蓋 或是一些文書處理做結合 然後他有語文能力 所以他要跟國文結合 然後他還有一些 Excel的軟體做統計的 他還要再做結合 他要表達溝通能力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另外一個 我們可以延伸到職場 他可以把自己上課所學的理論 跟企業界的事物做結合 互相印證 行銷策略 不是只有在課本上講的 在業界是真的有在用 他們後來有印證到 另外一個 我覺得 Team的學習是真的很重要 一個人跟三個人 基本上我都覺得 應該要三個人學習 因為我覺得 只有透過這樣摩擦 才能激盪出火花 才會知道 我要說我的意見 但是我要學習 聽聽看別人的意 那我才能夠尊重 跟考慮別人的意見 那我也能表達我的意見 我覺得這是重要的 像我每個學期 只要一個學期 我有三次的月考 我都會讓每一個人 輪流當組長 讓學生學會 設政處居去想 當組長多辛苦 被領導多幸福 或是被領導要怎麼配合 我覺得這是必要的學習 那另外這個過程 要讓他們學會溝通 表達跟討論的能力 這是重要的 好 那另外一個是 我更希望他們探索職場 去見見企業界 實際去發放問卷 接觸消費者 那我覺得可以幫助他探索說 自己到底喜歡什麼樣的一個 工作 什麼類型 好 然後我覺得可以幫助他 大學的一個科系的選擇 我覺得都是很好的保護經驗 好 那其實做完這個專題 我覺得最大收穫 我是其中一個 那我覺得 真的 人類真的要跟大自然和平相處 我相信這是對我們大家最好的事情 那謝謝 耽誤大家時間 謝謝 哇 四點了 時間也過得很快 也真的 時間也拖得很長 那大家很辛苦 尤其是我們參與分享的所有老師 真是感謝你們 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感 這個他們的分享呢 都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務實 從教學法 一直到製作的過程 並且還給我們很多的建言 我個人 真是有很好的收穫 我相信大家也都一樣的 獲益良多 所以我們參加今天的分享會 真是非常的值得 物超所值 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想 現在馬上呢 進入這個綜合座談 希望呢 大家把握這時間 你們有 任何的意見 針對 專題製作的教學 有任何的意見 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任何的建議 都希望你們踩躍提出來 不管是 有關剛剛分享的這些作品 或者是 有關專題製作 教學方面 任何的問題 都希望你們提出來 入寶山 不要空手而歸 希望你們 這個 走出這會場的時候 都覺得 真是不需此行 好 那謝謝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謝謝 在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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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有沒有什麼 要補充說明的 有做提醒的有沒有 或者 在場的老師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不要客氣喔 講幾句鼓勵的話也可以 好 謝謝 請 前面的主席還有那個 各位那個指導學生得獎的 老師們 很辛苦了齁 還有在座的所有老師們齁 那我想說今天能夠指導學生得獎 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齁 我們再用熱烈的掌聲來 真的很謝謝他們今天的發表 讓我們往後再做那個專題製作呢 這一條路可能會比較好走一點齁 然後我代表大家齁 還有呢 我剛剛應該是一直都是 我想說作品可以做得好 當如果有一組學生 他出現了一個好的題目的時候 其實接下來老師要指導就容易了 我只是覺得說我一直在聽的是 當有那麼大的一群學生要帶的時候 要怎麼樣過關斬將 然後怎麼樣讓大部分的學生都有收穫 這是我一直在想的 因為畢竟我們剛剛看的是 那一組很優秀的作品齁 然後我想這樣一直聽下來齁 其實有蠻多老師都有一些建言的齁 我大概有寫一下 只是我到最後 我就聽到那個林淑芬老師說 他有幫小孩子做了一個那個主題探索單 資料收集單 還有研究方法單 說只要能照著他的這個方法下去做的話 就可以非常有次第的 讓學生完成主題的探索 那有關於這個部分 不知道林淑芬老師可不可以再詳細的談一下這樣 謝謝 不好意思 因為不太會用麥克風 謝謝老師這個提問 也謝謝老師的鼓勵齁 那個被鼓勵的感覺蠻好的齁 謝謝 那記得我們在教導專題的時候 也要把這種鼓勵給學生齁 他才有動力走下去 因為專題製作真的是很辛苦齁 那您剛剛提到的 我的那個 學習單是教室的法 其實他是有在發行啦 可是我想這個時候講 不知道會不會不太妥 可以講嗎 可以講嗎 沒關係齁 因為主席同意我就不好意思說了齁 其實我這個是 我開始在95年 96年在教授就一直累積 那因為很多老師是新進老師嘛 那主任跟我講說 欸蘇芬你要照顧一下新進老師 我說啊好好 所以我就會主動把這個東西給他們用 那他們就後來用了 就覺得還蠻上手的齁 那後來有人找我發行 我就把他發行出去了 因為我覺得我快退休了齁 那這個東西如果 把他就出去給大家用 那其實這東西發展出來 也沒什麼用嘛 因為沒人用他不等於廢物嘛 是不是 所以我就把他發行出去 那我不介意競爭力的問題齁 因為我覺得人類要互利共生 那那個東西是有台科大圖書有發行 這樣 那其實那個東西齁 因為在座有好多科的老師 類科老師 那他那個其實可以適用在不同的類科 那那個書跟那個學習單是分開的這樣 我講到這樣就好不然有行銷權益 那謝謝 非常謝謝林老師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方向 那至於剛剛講的那個學習 學習單 是工倉考 並沒有勉強任何人去做這個生意行為 商業行為 所以沒有關係 如果你們覺得真的有必要 用得著的話可以去採購 這樣子 好 謝謝 好 還沒有其他的意見或者是問題 李小姐如果會後仍然有意見 是不是可以 你當窗口可以轉達嗎 就是說如果在場 一下沒有想到任何問題 會後才發現 好像有蠻多意見跟問題的 那你們也可以透過工作圈 把你們的意見或者問題 就是要請教所有的分享老師 也可以幫你們代轉 那是不是因為大家也很客氣 時間也不早了 我們今天的會議先到這裡 剛才我講如果仍然有問題 也希望你們踴躍的提出來 透過工作圈幫你們代轉 最後我非常感謝各位的參與 也謝謝所有的分享的老師 讓我們今天這個會議呢 圓滿的結束 非常謝謝 好 再見 謝謝